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来看梁小慕容所写的《三生三世诊》上书番外同人作品 《凤九穿越情缘》 二 玄女与离境大婚后 玄女与重伤博取思音的同情心 潜入昆仑须盗取了天兵破阵图 自日两军隔海对阵 莫约率领从天军处建来的二十万神兵 摆出了天兵阵法 秦苍也吹起号角派出鱼怪攻击 莫约直接引出天雷劈向大海 令其结位寒冰 秦苍的第一波攻击被阵法毁灭 然而第二波攻击竟然轻易击破阵法 两军兵戎相见,刀光剑影 秦苍所派竟然是妖魔怪兽 战地惊人,天兵顺势吃力 令羽与大皇子黎苑在斗法中身受重伤 正后思音去救人未果 令羽命丧前线 思音陷入重重范围了 黎静现身护住了思音 黎苑荡出玄女道阵法的原尾 思音听霸大惊 白真会让现身救走思音 并带走令羽的尸首 回到营仗的思音说出了阵法被迫的原因 默苑大惊 七十二阵布下之后 已无逆转之法 此番下去 二十万天兵恐怕命丧弱水 现场的天津三子 军纷纷请战 默苑提出策略 待他攻破敌口后 派解将士 率领兵士突破 吸引敌军主力 然而却无从生还 此时肃锦父亲族首领 率领先站出来 单先当风 没想到遥光上神也站出来 主动请战作为诱儿 最后献出生命 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慕默苑上神 如今降领折损 思音和白真主动请战 接体遥光上神和令羽之位 默苑亲自领军 天津三子 央促 桑吉 联宋 扬装不敌 且战且退 但在默苑上神的策略下 秦仓被天兵团团包围 秦仓因此不屈 祭出东皇中 被祭出的东皇中遮天蔽玉 其内类雁番勇 呼喊凌云 转瞬间便吸入诸多天兵 思音欲使出封印之法 却被秦仓击中 千军一发之际 默苑以身饮水直撑中内 秦仓净状恢复与默苑接战 手持轩缘剑的默苑阵上风 司机将秦仓踹入东皇中内 默苑以身封印东皇中 至此 默苑魂被迫散 之后思音悲痛欲绝 把默苑的肉身偷偷带回青丘 以自己的心头血保养着 为此 昆仑须的弟子长了十几万年 自此 白浅因为陷血而言其大伤 不得不闭关修炼 而玲苑每天都是吃了睡睡了吃 因为她现在刚出生 还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转眼前 六百年已经过去了 玲苑简直不敢相信 她活了这么久 而且只是相当于正常人中四五岁的小孩 而这些年 自从玲苑能走路后 可是把狐狸洞弄得鸡飞狗跳 时不时跑到人间闹一闹 这孩子比她姑姑还逃 祖母笑着 白浅爹爹板着脸 她再闹 就加法伺候 看电视剧的时候就知道 白凤九的爹爹经常教训凤九 其实白浅上神是一位严格的子妇 因为青丘女帝需要有能力者来担任 而白凤九就是下一任女帝 白浅上神很疼小九的 最后为了小九 舔着脸去向帝君提亲 可惜帝君没有同意 爹爹 小九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闹了 凤九揪着白浅的衣袖道 哼 白浅上神冷喝一声 爹爹 你叫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我知道爹爹对我最好了 嗯 好不好嘛 凤九摇着白浮的袖子道 这样的场景三百年来 不知上演了多少次 玲珑感觉到 这白浅上神对待她 不像电视上那样严苛 反而很吃她撒娇那一套 可能是因为白凤九小的时候 在电视剧中处于空白区 虽然在意料之外 但这样的情况 玲珑还是很乐意建成 现在玲珑已经能很好地融入这个世界了 每天与哲言下下棋 尤其是无子棋 刚开始对异时 玲珑轻易就让哲言败落 为此哲言常常要求玲珑与其对异 就连白真也有几分着迷 但哲言毕竟是几十万年的老人了 在棋数方面也很有造诣 不多时 玲珑便处于下风 眼看自己快要走投无路了 玲珑赶快把棋牌上的棋子打乱 不算不算 重来重来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小九啊小九 哲言无奈道 老凤凰 你欺负我 我让小叔叔不要再理你了 玲珑扬装怒道 你别忘了 我为了你和小叔叔的幸福 可是做了很大的牺牲 每次祖母催婚的时候 我都为小叔叔打掩护 爹爹因子都要教训我一顿 小九可委屈了 坐在旁边关棋的白真小叔叔 听了玲珑的话后 假装真理的模样 但红红的耳间却出卖了她 想必她的内心并不平静 玲珑小跑过去 爬上了白真的腿 白真怕小侄就摔倒 忙把玲珑拦住 用手刮了一下她的小鼻子说 小九 你一个小女儿怎可如此 玲珑叹起身 揽过白真的头 对着她的脸 一个响亮的吻 就印到白真脸上 小叔叔还不知道 小九是怎样的一个人吗 有爱竟该大声说出来 我可是等着哲言 成为小九名夫妻时的叔父呢 玲珑兴奋道 小叔叔默然 哲言无奈地摇摇头道 你这个小花头 没大没小的 十里桃林的日子 就这样继续着 这日天冷气清 汇丰合唱 是出流的好时刻 刚好现在正是果汁成熟的时候 玲珑打算去往西面的小鱼山 摘一些来吃 她在一朵小白银上的玲珑 突然看到前方一片粉红色的花海 当即便念咒赶到花圃中 好香呢 玲珑畅扬在花海中 好不快活 哪家的小公子 好生大大 竟敢擅闯姐姐的情花圃 只见一个身着绑砂粉裙 一双大长腿 露在外面的大美女 扭着水蛇腰 朝着玲珑走来 竟看那双风真是波涛汹涌 好似要跳出来 玲珑替她慎 玲珑自从能自己行动后 就常做男孩打扮 加上早些年意外得到一手镯 可以隐藏自身本体 应该还有其他功用 但受制于玲珑的心数太低 暂时发挥不了 就连哲言那样的远古上神 都看不破她的真身 如果不是早知道她是女孩 还真会认为玲珑是男孩呢 这位姐姐 你怎生得如此好看 玲珑 哟 小公子嘴挺甜的 你可知道这些花 为何生得这样娇艳 她们可是姐姐用那些 小些小妖的肉身 作为肥料 加以鲜血浇灌而成的呢 那妖艳女大笑道 玲珑顿感不妙 还没想到借口 那妖艳女又道 好香的肉体 给她们做肥料太可惜了 不如 姐姐把你吃了可好 玲珑见那妖女的双腿 瞬间化作一条粗壮的蛇尾 向玲珑甩来 玲珑感觉自己如今的实力 比蛇腰甚是悬殊 只得转身跑 不等玲珑念完飞云咒 便觉得讨有些音 片刻便被蛇腰缠住 连法术都施展不了 蛇腰用尾巴 把玲珑解到身前 从嘴里伸出分叉的蛇漆 丝丝的向玲珑的脸上舔去 难道我今天就要被蛇腰吃了 我还没见到东华帝君呢 这不科学 电视剧中的白凤酒 并没有死啊 玲珑心中白斩千回 那蛇叶 黏黏的粘在她脸上 玲珑顿感毛骨悚然 啊 救命啊 蛇腰要吃小孩了 她大声叫喊道 东华帝君今日 本应领宝天尊之约 不想刚走到半路 就听到一小孩大叫 往下一看 只见一条蛇 正卷着一绿山小孩 东华帝君 本是一位经历沧海桑田 看破生死 早已寡淡的上神 但不知为何 她还没来得及想 便祭出沧河剑 冲到花海中道 大胆蛇腰 赶快放下你手中的孩子 玲珑因为背对着来人 只听到她那富有磁性的声音 心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看的人 自己应该有救了 哟 这位狼君可真俊 不如作为实际的夫君 我定让你好好 快和快和 水羊兵收 便把玲珑抛出去 刷出去的玲珑 抬眼瞬间就惊呆了 只见那人守着一柄冷剑 目光清冷 一袭紫衫 清华高冷 好好吟发似青霜凍雪 东华帝君 玲珑胸腔内的心脏 通通的猛跳 头脑中反反复复 出现这个名称 刺海拔荒也只有像东华帝君这样清冷华美 一头雲发 再无第二人 而小叔叔是那种温润精致的美 东华帝君诞生于远古洪荒时代 乃是上古神旨 必是数十万载 本君不幸 收服不了你个小小的蛇妖 东华帝君提剑向蛇妖赐去 狼君 你别急 我们慢慢来嘛 蛇妖说着就扑向东华帝君 只见花海中 一抹紫色的身影 与一条黑青色的蛇尾纠缠不休 周围纷飞的花瓣作为背景 不过几期之间 蛇妖与狼狈不堪 东华帝君的剑就架在她脖子上 嗨 这蛇妖竟敢打我男神的主意 现在也是自作自受 恐怕她不知道 我男神就是丁地大名的东华帝君 玲珑在心中想到 想不到你如此之厉害 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 蛇妖还没说完 又吐了口黑血 东华帝君看也没看 手一滑 那蛇妖就立刻灰飞烟灭了 玲珑脑子里战得飞快 要怎样才能拍上大神呢 是装示意呢 还是 还没等玲珑想好 东华帝君就走过来 问 你是哪家的孩子 爹爹 玲珑情急之下 就揪着东华帝君的衣角 边哭边喊 爹爹怎么可以丢下阿荣 阿荣胖 本君不是你爹爹 我乃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对哭泣的玲珑无奈的 是的是的 你就是我爹爹 爹爹去哪 阿荣就去哪 玲珑撒娇 爹爹 阿荣领上难受的紧 都是那个蛇妖 东华帝君掐了个清吉咒 玲珑感觉身上瞬间清爽了许多 东华帝君无奈 而去西山找林宝天尊的史证 已耽误 他指的施咒 让玲珑给林宝天尊带信改日再续 随后带着玲珑腾瓶向天宫飞去 那片花海在他们身后消散 天宫门口 玲珑拉着帝君微凉的大手 看到一位身着暗灰长衫的男子迎上来 不出所料的话 他应该就是私命心惊 比电视剧中的更年轻英俊 曾有人说 他相貌年轻 十万高龄 工作服一件永远利临 整日奔波为天宫移动八卦 为了生存练就离八面玲珑 私职百姓只掌管天命 没有伴侣 没有家庭 遇到真爱只当曾未发生过 帝君 你回来了 这个小公子是 私命心君疑惑道 私命 这小孩是本君在夏季无意中救下的 你查一下他的身世 送他回去 帝君对私命心君嘱咐道 爹爹 你是不是又不要阿荣了 阿荣没有娘亲已经很伤心了 现在爹爹也不要阿荣了 哼 阿荣该怎么办 阿荣不要与爹爹分开 阿荣不要 玲珑抹着眼泪道 为了留在男生身边 已是拼了 眼泪不要飙的 眼前这可爱的小公子 哭得如此伤心 私命心君不忍道 帝君 这该如何是好 帝君 先让他跟着本君 玲珑在心里 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 他可以和男生在一起了 挂着泪珠的小脸呆忙呆忙 瞬间醉了私命心境的心 咕噜咕噜 玲珑的肚子发出一阵响声 爹爹 阿荣饿了 阿荣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玲珑拉过帝君的衣 别嘴道 帝君无声表情道 私命 你去厨房传些膳食上来给阿荣 私命心君拱手道 小神这就去 又副对玲珑说 小公子 请稍等片刻 转身离去 玲珑随帝君走进太陈殿 帝君淡淡的对玲珑说 那边小机上有点心 你可先去用些 便提步向踏椅走去 随手拿起竹箭看起来 玲珑两手拿着点心往嘴里塞 眼睛却盯着上手的东华帝君 只觉得男神怎样看都好美 拿来下点心再好不过了 小公子 膳食好了 到这边来用膳 不过半刻 私命心君就带着小仙鹅乘杀膳食 看样子 帝君是不打算用膳的 阿荣谢过私命叔叔 玲珑被私命心君倒过戏后 就跑到帝君面前 爹爹 以前都是娘亲陪阿荣用饭的 说着大眼中便蓄满泪水 东华帝君看着那伤心的小脸 虽不知伤心为何物 但还是莫名其妙地牵起玲珑的小手 走向餐饥 一旁的私命心君默默地退下 带两人坐下 玲珑的小短手夹不到喜欢的菜 只得求助帝君 爹爹 阿荣要吃那个红烧茄子 还有那个麻辣虾 东华帝君默然把菜夹到玲珑碗里 如果私命心君在场的话 他必定会十分惊诧 曾经的天地共主 连天君都敬重的帝君大人 竟然给一小孩子夹菜 不过 还有更令人惊讶的 玲珑捏起虾子时 小眉头重了重 这些年在清秋 因他是最小辈的 又是女孩 长妹们都宠着他 尤其他爱吃虾 美美娘亲 小叔叔都会给他剥好 但今天 玲珑有些为难了 帝君不期然的注意到 玲珑捏虾子时 醋眉的表情 就反应过来 于是就伸手接过虾子 剥起来 玲珑被帝君突然的动作 吓了一跳 帝君应该从没给其他人夹过菜 更别说是亲自剥虾了 只见一双白皙纷纭 指甲透亮的双手 粘着虾子 一折虾壳 虾然便脱落出来 不过片刻 一只剥好的虾子 就放在玲珑的碗里 不想帝君动作流畅自然 两个人之间气氛和谐 玲珑吃完第一个虾子 待帝君剥好第二个虾子时 他就用筷子 拈着虾子 将小身子探向帝君 笨拙把虾子举到帝君嘴角 底鸡顿了一下 玲珑一本正经道 爹爹 你辛苦了 阿蓉已经吃过一个了 这个 给爹爹吃 帝君依然把虾子吃进了嘴 小家伙 你吃就好 本君就不用了 帝君依然剥着虾子 玲珑又究竟 捏了糖醋排骨 酸辣藕片 喂给帝君 帝君并不像先前一样接受 但在玲珑委屈的小表情下 还是吃了 最后演变成了 帝君把玲珑抱在怀里 亲自投喂她 就这样 这顿饭吃了大半天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 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一当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